女团SHE中的Selina任家宣四个月前诞下姨子 小妖果 没想到 才刚升格当妈 竟又传出怀孕 松口说出第二胎计划 Selina登上飞碟联播王与赵小乔一同畅疗愈而今 Selina表示 自己今年跨年时得到肠胃炎 直接上土下泻 跟怀孕症状非常像 让亲友误认她怀第二胎 至于Selina是否有第二胎的计划 她表示考虑到自己年纪 预设一 二年内再生一个 但一切中就看缘分 我真的太晚发现很适合怀孕生子 有趣的是 Selina都将重心放在小妖果身上 很谢谢妖果愿意来当我的小孩 而有次小妖果发出声音 让她十分激动 你是要讲爸爸吗 不可以哦 开玩笑说到如果她开口第一句是爸爸 还是会接受 妈妈的玻璃心在午夜梦回收时就好 Selina任佳轩1981年出生 今年已经41岁 早已不在世事里的那个甜美小公主 而且 甜美跟她近十年的苦涩经历完全相反 可能她在经历了那段婚姻后 对感情已经没了信心 可是 任佳轩遭遇的渣男可不仅仅是前夫张成中一个 还有一位著名渣男罗志祥 在2001年 任佳轩以组合 She 出道 She 走红后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综艺 他们也认识了众多圈中好友 而任佳轩在跟罗志祥合作主持节目后 慢慢跟她发展了超越合作伙伴的关系 她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她暗示的渣男就是罗志祥 原来 两人的分手原因是因为罗志祥劈腿 那时的罗志祥同样是当红男主持 青春帅气 还没有时间管理大师 支撑 两人似乎狼才女貌 十分般配 更搞笑的是双方母亲还认识 经常一起打麻将 综艺大哥吴宗献曾在节目中故意说罗志祥 调侃任佳轩 但是任佳轩极力否认 可是脸上的表情甜蜜 是遍布了人的 而且 罗志祥多次被拍到进出任佳轩家中 两人还经常一起打网球 俨然是一对情侣 圈中对两人的恋情都很了解 他们被称为双S恋 但是作为偶像歌手 他们是不能公开恋爱的 所以 两人口径一致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其实 他们两人暗中交往三年 甚至见过双方父母 有望进一步发展 可是两人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 分手原因据说是任爸作为半个圈内人 认为罗志祥人品不行 不适合自己女儿 圈外人更未适合 可是 两人分手不久 罗志祥就以 金武门 和 转角遇到爱 爆红 还被封亚洲舞王 看起来他就是因为爆红才瞬间膨胀 然后一步步走上 时间管理大师的道路 可是 在后来的采访中 有记者问任家轩 有没有遇到过劈腿的渣男 当时田富珍在旁边提醒任家轩 你不是翻到过他手机里的东西吗 然后任家轩就表情嫌弃 甚至做了一个呕吐的动作 看来 手机撩妹 是罗志祥惯用忌俩 还好遇到了周扬青 没有放过他 而是将他的恶行公开 让所有人看看所谓偶像的真面目 03 2007年 任家轩26岁 经父母介绍认识了大他9岁的律师张成忠 张成忠是台大法律研究所硕士 也是知名律师 家庭优渥 而且跟任家轩家族事事交 他对任家轩一见钟情 展开热烈的追求 而任家轩也很满意成熟稳重的张成忠 两人开始交往 交往两年后 两人感情稳定 开始考虑进一步发展 2010年两人被拍到同行的照片 两人笑容满面 而且任家轩根本就没有逃避尽头的意思 不久后 是在小巨蛋开演唱会 狂热的粉丝中 突然有一个男子高呼 希望SHE不要因为我而唱不下去 而且他接着大喊 老婆 我爱你 粉丝一头雾水 可台上的任家轩激动落泪 大叫 你叫我神吗 天啊 妈 没有人能想到 张成忠竟然在是演唱会上求婚 大胆又浪漫 任家轩也很激动的说 我终于可以公布恋爱了 两人订婚不久 任家轩接拍了湖南卫视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男主角是于浩铭 拍摄的点视上海 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在拍摄一场爆破戏时发生意外 两人烧伤严重 据说任家轩清醒后 看到自己的样子 哭着说为师妹要救我 他的烧伤程度非常严重 双腿不忍直视 因为拍戏时当时穿了丝袜 烧伤后导致皮肤全部毁坏 只能做直皮 还有漫长的附件 在此之前 她是一个蜜罐中泡大的公主 没有吃过苦 而且很怕痛 烧伤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 清醒时 她找未婚夫退婚 也说退出娱乐圈 因为她受不了自己的样子 可是未婚夫张承忠不同意退婚 而且还精心照顾她 陪她复健 而且决定不退婚 只是将婚礼推迟 在未婚夫和好朋友的陪伴下 任家轩终于坚强面 对自己的烧伤 积极复健 因为她烧伤的肢体很严重 每次的按压和拉扯就仿佛烈火灼烧一般 有时候练着练着 膝盖就突然崩血 甚至站一会腿也会肿胀 当时很多人都为她可惜 认为任家轩过不了这一关 因为确实太难了 可是她挺过来了 而且一年后跟张承忠举办了婚礼 在烧伤九个月时 张承忠专门写了一本书 名叫上苍选了你 全名女孩Selena的地狱九十天 因为有情有义 张承忠成为公认的好老公 他们的爱情让人感动 举行婚礼时 任家轩的烧伤已经有很大的好转 而且她还录制单曲录制歌曲 爱我的每个人 来感谢陪他们的烧伤的家人和朋友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 可是张承忠被不断质疑 她不是因为爱任家轩才结婚 而是害怕舆论的压力 不得不结婚 婚礼中 有一个环节是夫妻双方起立 可是张承忠不管身边的任家轩 一个人站起来 而任家轩是一个人艰难地站起来的 从她的态度来看 说她多么在意任家轩 似乎不太可信 婚后的任家轩扮演起了小女人的角色 还会下厨做饭 两人也经常一起参加活动 可是在综艺节目中 任家轩吐槽张承忠根本不做家务 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等任家轩做 她觉得自己成了老妈子 而张承忠甚至还说过 首次看见她的烧伤的腿真的想吐 还公开说过两人婚后是分房睡的 曾经被称赞有情有义的张承忠 在婚后被拍到和异性约会 她澄清说是朋友 可是以后来她又三番几次被拍 她终于说 我不是圣人 可是任家轩还在为她说话 我先生的事我都知道 这段感情在任家轩烧伤时 就已经变了 只是两个人不愿意承认而已 任家轩在烧伤后 变得自信 成为感情中的弱者 据说为了挽回感情 她竟然给张承忠下跪 可是 这样只能让他们的婚姻更加的脆弱 终于 在五年后 两人离婚 任家轩也承认 当夫妻的我们真的不快乐 而张承忠认为离婚的原因是 他们没能组成一个真正的家 建立共同的圈子 感觉上将来也不会 他们的分开足够体面 没有人说对方的坏话 而且都把离婚原因归结于自己做得不够好 可是之后 因为网友的攻击 张承忠几次发文抱怨自己很无奈 舆论太不公平 他说 这真的是一段浪漫的旅程 谢谢你精心安排的第一次约会 谢谢你总是把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但谢谢你张轩锐 但是 没有人在乎他的抱怨 因为他在不久后就有了新欢 而任家轩只能醉心于事业 离婚后在内的参加了好几档综艺节目 他惊喜地发现观众 还是像以前一样宠爱他 后来 他说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一关过完 还会有下一关 2019年 任家轩参加综艺节目 女儿们的恋爱 跟小他11岁的张轩锐展开一段姐弟恋 而且在两人初次见面时 任家轩非常震惊 因为他早就就关注了张轩锐 而且很喜欢他 但是他说 你可能脑子坏掉了 才可能会喜欢我 可张轩锐深情地说 因为知道是你 我才会来 当时任家轩很惊喜 但是很快就平静地表示 早已经过了因为一句话而心动的年龄了 不过虽然任家轩一开始是拒绝的 后来在节目中 两人相处得很好 一起到海边骑单车 一起吃蛋糕 而且牙齿上胡着黑黑的巧克力扮傻自拍 两人之间的互动很甜蜜 还收获了一大批CP粉 可是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只是综艺节目而已 而且南方还被质疑时事 蹭任家轩热度 两人之间还有11岁的年龄差 更让两人 奔现 难上加难 在节目收官时 任家轩同意跟张瑞轩继续交往 并且还发文对他说了一连串的谢谢 可是从了他一连串的谢谢中 就能看出 奔现是不可能的 他虽然渴望爱情 但是 他也很清醒 谁是适合的 谁是不适合的 前不久 他的前夫张成忠跟女友隐心分手 隐心说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 祝福他 有记者联系人家轩 他只说了四个字 祝福阿忠 不知道张成忠同时获得前妻和前女友的祝福 内心做何感想 因为跟张成忠恋爱期间 隐心患肿瘤 而且当初跟任家轩订婚后 他就遭遇烧伤 网友都吐槽张成忠八字印客妻 客妻有点夸张了 但是当初他和任家轩没离婚前 婚内出轨确实是不能容忍 任家轩值得更好的男 只是不知道他跟现在这个小他七岁的对象能不能好好发展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